快笔五分钟能画一幅画 他是大陆知名国宝集画家范增 诗书画全才能比古人 画坛称他狂傲大师 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讲一句 我可以和古今中国的画家 笔全亮丽 笔全亮丽 擅长用水墨线条 勾勒古代圣贤人物 范增的作品个人风格强烈 2011年他的画作卖掉 42亿元台币 名列大陆最贵在世国宝级艺术家 但山寨画让大师也苦恼 有500万张我的假画 在市场流通 到500万张我画2万年 所以管不过来 早起读书 作画30年如一日 他是画家 国学家 也是思想家 屈原的李骚将近25477岁的范增 能够倒背如流 更多大师的传奇故事 锁定周日上午9点半 秀方表提 并三轮的观看 2 词